环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時芬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深度剖析,打開試驗 好,節目一開始,趕快先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首先,為各位介紹的是文華大學廣告系的教授,紐澤勳,教授好 西芬貴也好 還有時事的評論員,王上志,上志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亞太防務的總編輯,鄭紀文,紀文哥好 西芬好,大家好 好,節目一開始,趕快來關注,這是宇宙間的競賽,誰贏了 中美之間的角力呢,現在已經從地球打到所謂的外太空 而且中國在這場太空戰當中似乎已經領先了一大步嗎 我們講的就是中國的這個探測器,嫦娥6號 不出意外的話,這個月底,他6月25號就能看著他 帶著從月球背面採集回來的最新樣本,回到地球 好,這一次真的叫做人類太空史上的最大突破 因為中國的嫦娥6號,他著陸在人類登陸月球 從來沒有到過的地球,月球的背面 好,除了背面之外,他不但採集,他現在還能成功再回到地球來 中美太空競賽,有機會再進階嗎? 我們來看一下了,現在可以說他回歸倒數了 嫦娥6號即將攜帶這個月球背面的珍寶,完成所謂的太空接力 最關鍵在於,他是在2號的時間登陸月球的背面 4號開始返回發射,最新消息6月6號,他成功跟軌道器和返回器合體 進行了月球軌道的交匯對接,而且他把他從月球上彩繪的樣品 開始轉移到返回器當中了,接下來返回器帶回地球的時間點 大概就在6月底的時間,他會降落在內蒙古 好,那關鍵就來看到了,當然這一次人類的進階史上的突破 怎麼來做觀察呢?我們先問牛老師了 因為過去講到人類史上,其實探月的任務很多10次 但是都在所謂的正面限制 背面的限制上,尤其你去探踩之後再成功回來 過去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那中國大陸這一次的成功突破 他除了我們講的太空任務之外 他背後是不是含有其他的野心? 是,中國在整個太空計劃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確實企圖性非常非常的強 比如說這次長河6,應該就會帶著他們在登陸點 也就是月球背面的一個南極的一個盆地 然後去取材一些相關的岩石或土壤的一些相關樣本 他其實帶回來研究來講的話 就可以去不斷的理解或者是了解 或者是希望能夠去發現月球的一個起源 或者是比如說月球地質相關的一些變化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目的 那進階來講的話能夠在這整個現有的一個航天 或者是太空研究的一個基礎上面 然後更加的去拉伸它的一個相關的一些目標 比如說探測火星 他當然也希望能夠從火星上帶回一些相關的一些岩石土壤 進一步去做研究 進一步去探求這整個生命的一個起源 或者是火星到底是不是合居住 特別是在整個美國航天局跟歐洲航天局 他們都有在預算或者是議會的一個限制下 沒有辦法去在這個領域大展拳腳的一個過程中間 那中國的一個企圖心或者是中國的一個自由度來講的話 就凸顯出在整個火星探勘的一個相對的一個優勢 那當然就是說就第三個他的一個企圖心來講的話 也是希望能夠在美國跟美國在這整個航天的一個評比上面 去做一番的一個較勁 也就是說中國他們也有宣稱就是說 在2030年的時候 他們就要帶航天員去登陸月球 那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目標上面來講的話 也凸顯出 他們也建構了一個比如說在26到28年間 大概可能還要進行兩次的一個月球南極相關的一些探勘 那就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來講的話 其實都跟美國的一些相關計畫 有一定程度比拼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凸顯出中國的一個企圖心 然後呢 他們還似乎希望藉由這整個3D的一個技術 去打印月球的一個磚塊土壤 那打印月球磚塊土壤去幹嘛呢 可能就是為了建造整個月球的一個基地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個前驅的一個操作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其實中國跟俄國也有一定程度的 在太空計畫方面的一個合作 他們也希望號召全世界的一個國家 來參與所謂的一個國際月球的一個科研戰 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 他們也希望就是說 去開發一些相關的一些基礎的一些技術 比如說在整個月球的一個夜間 是不是能夠用一些相關的一些 能量的一些技術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種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種探勘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中國跟俄國方面的一些 在太空計畫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包括我們也很清楚了解 這整個中國它有空間站 這空間站叫做天宮 宮殿的宮 這個天宮它可以容納三位航天員 在裡面待大概有半年的一個左右 那所以呢就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 或者是它在持續進行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就是說 現今大家也在談 它的一個北斗衛星一個系統 基本上是類比 這整個美國GPS的一個系統 那就這樣的一個系統的一些 建制的一個安排 或者是呢 這整個的一個時空的一些相關服務 對整個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發展 或者是金融或者是農業 或者是呢 整個的一個航海 或者是民航等等 或者是比如說 就導彈的一個精確程度 都會有相當程度 加總的一種效果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也是 中國希望能夠在 整個的一個太空計畫上面 去建制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能夠凸顯自己本身的一些 相對的一個優勢 因為畢竟 有這些相對優勢來講的話 在太空計畫 或者是月球的一個計畫上面來講的話 它這個發展就能夠跟美國 並駕齊驅 特別是中國也有特別提到 就是整個這個月球經濟帶 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建制 或者是一些發想 是 其實我們剛才講到是中美關係 那中美關係接下來會不會影響到 接下來他們雙方之間在太空站 這樣的一個任務挑戰呢 我想要問一下上志哥 因為其實這一次的 《超越6號》也看到了 它其實上頭也有搭載 是歐洲的這些科研設備 所以他們跟歐洲的關係 合作上是非常密切的 但因為現在美中關係 越來越角力 越來越衝突了 這樣的一個地緣政治 會不會影響到 接下來中國的科技發展 甚至有人說 美國會不會從中作梗 其實中國在航太發展當中 跟歐洲一直都是更緊密的 以這次剛剛就這幾天的 最新的這個任務當中 那麼在整個歐洲的太空相關的 很多科學家 其實就在北京 大家一起看 而且整個過程裡頭都在講中文 然後他們很多也都聽得懂中文 所以這麼密切 當然中國大陸跟歐洲在合作 航太方面的這個發展 我想有三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 歐洲作為在太空研究當中來講 其實不遜於美國 他們長期來講有非常多的 這個Data Base資料庫 所以中國大陸在建制 在整個對於宇宙 包括剛剛講月球甚至在航太的這個探索當中來講 可以直接銜接他們過期欠缺的這塊 而且大家確實是所有都是資料合作 資料共享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部分也不得不說 在整個中國大陸在發展航太的這個技術上 登陸月球 月球的背面 這麼樣的很新的這個能力 其實我相信其實還是很刺眼的 對於美國來說 所以跟歐洲合作有點稀釋 戰略上稀釋的作用 而且中國大陸不只跟歐洲 其他日本各式各樣的 大家都一起來join 所以第三點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也試著透過跟歐洲 跟很多國家合作 這種有點像說太空科技外交 也就是在科技當中 跟人家共融合作 跟美國NASA通常來講 以他們為準 然後要跟他們合作 就是要聽他們的 要跟他們下跪 彷彿是這樣子 所以中國這種 所以航太上當中的 國格跟發展的風格 跟美國完全不同的 我想這三個特色 但就如同美國其實是在意的 美國干擾 首先他們其實在2015年之後 那麼歐洲跟中國大陸 在載人航空器 也就是人在裡面的部分 其實已經停止了 已經將近快十年了 過去其實包括歐洲方面的太空人 跟中國大陸是一起 大家共同是上太空的 所以這是第一點 所以美國的意見 那為什麼 最主要的關鍵是呢 在如果共同載人機具 這件上來 你要操作很多的儀器 那歐洲當中一些 包括太空船 包括發射火箭 或等等的 這一些相關的部分的東西 有很多是美國的儀器 那這些儀器背後的技術 如果中國的太空人 或等等一起來操作 是不是有可能 從美國角度 會竊取這些相關的技術呢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可以的 第二個部分 不要忘了 還有俄羅斯 俄羅斯在太空技術發展 或太空的部分的探索 我就很前驅 所以國際上的一些太空計畫 比如說美國主導 歐洲主導 中國主導 還有不要忘了俄羅斯主導 而且俄羅斯的太空技術方面來講 其實是拉拔過去中國這個小老弟 那麼中國現在發展很好 最初是跟俄國學的 所以其實俄羅斯還是有些太空計畫 跟中國合作 因此只要跟俄羅斯合作 中國你要跟歐洲三方合作是不可能 美國絕對不肯的 所以這兩個原因在此 當然無論如何 還是在於 我們都知道 中國大陸你發展了解月球 了解科技 像中國現在那個太空望遠鏡 巡天 全世界現在最大的 包括在貴州等等 其實你探索更多東西 其實全人類不都很好嗎 對 話雖如此 你說真的最全人類好 但問題是你的技術越來越好 要知道航太相關的技術 一轉身 一線之隔 馬上就變成軍事技術 我相信整體美國干擾不太 願意讓中國大陸在這方面 廣泛合作 特別從歐洲方面學習 或偷盜一些什麼 應該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 所以看你強 你不能太強 那我想問一下紀文哥了 當然美國現在態度變得也很快 我看到你這次登陸了月球的背面 你還採了一些東西回來 那我當然就要有一些政策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美國方面怎麼說的 美國現在NASA說囉 我願意跟你合作喔 那中國外交部也說嘛 我們當然一直以來 都是維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可是在於雙方關鍵 有一些問題跟困難 就是我們講的沃爾夫條款 好 沃爾夫條款給大家一些背景 就是當年呢 那時候是在2011年的那個時候 歐巴馬通過的 我禁止美國去跟中國有任何這些 包括太空啦 包括技術 包括合作的任何的相關的接觸 都不行的喔 那現在中國外交部的這個發言人就說了嘛 我是很可以跟你合作的 我持續開放態度的 但是在這個問題當中 存在的根源就是你的這個沃爾夫條款 如果你真的希望推動我們雙邊合作 這個條件是不是要排除 你怎麼來看現階段來說呢 兩邊真的有可以合作的關係嗎 美國有這麼好心 美國當然沒有那麼好心喔 我們再回顧一下 中國在航天的這個發展 我必須說美國對於中國大陸航天發展 其實它是無為的這個嚴防死守 不讓有任何空隙 讓中國大陸有參與的機會 比如說之前的國際太空站 說廣邀全世界 獨排中國大陸 那另外 中國大陸之前要加入歐洲的鐵綠業 導航衛星計畫 美國是以強大的政治壓力 也把它排除掉 那這個方方面面這樣的案例太多 但這幾次長蛾這個登月 這種探測的計畫 其實已經突出一個國際上 不變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實力為出發 就讓你有話語權 特別是長蛾五號六號 我們看到這個相繼成功 而且相關的越壤 相關的這個越背的探測 這個都是美國沒做過的 或者美國已經很久沒做 因此以實力為出發 讓中國大陸在這個話語權 和這個實力的地位 它其實和美國之間有很大的肖長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態度 前居後攻 臥福條款還是在那 臥福條款規定 禁絕一切與中國航天方面 包括人員交流 技術合作 但他也開一個口子 就是像這種越壤這種採樣 相關的科技 相關的這個成果 應該全人類來分享 因此美國科學家和美國 也有這個權利向中國提出要求 中國應該答應 其實這個事情 讓在中國大陸 也引起很多的一些爭論 那特別是這次這個月背的土壤 對於全世界來講 這是第一次 因此對於說探索月球的行程 還有月球和地球的關係 以及整個太陽系整個淵源 都有很大的一個科研的一個價值 這就是為什麼讓美國 即使被國際間嘲笑 被中國大陸內部很多老百姓嘲笑 他還是要硬著頭皮去提出升級 但美國真的有那麼好心嗎 就像剛才上次兄講的 因為兩個體制的不同 特別是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航天相關的活動 都與解放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比如他航天員 都是這個解放軍空軍相關的人員來擔任 運載火箭的發射和他的導彈科技 相關的科技密不可分 因此這樣的一個這個現況 其實就讓美國高度擔心 我跟你合作跟你交流 讓你技術越來越強 那反饋在軍事這個部分 我就反受到解放軍 航天相關科技所帶來的壓力 比如最簡單的 定位技術越來越精準 這個解放軍導彈未來點名美國的 各種目標不是越來越厲害 然後搖撤技術越來越厲害 我美國在整個地球毫無機密可言 因此就整個結構 還有兩國的競爭環境來講 美國當然還是嚴防失守 哪怕月長這個厚著臉皮跟你要 這也是例外而已 為什麼 因為反正解釋權在美國的身上 如何解釋如何開小門 這個都是一家之言 但整體來講 這個禁止和嚴防 中國在太空這個部分 竊取美國的科技和技術 這是美國不變的原則 好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我條款還是定在那裡 但是case by case 這次你東西帶回來 而且是珍貴的東西 你最好還是跟我分享一下 那當然美國也不是省油的燈 它當然有它的太空計畫 不過美國似乎比較focus在 載人上外太空 我們來看一下 這都是民間的公司在做的嗎 美國的波音公司 好來看到了美國的波音公司的新艦飛機 發射升空了 這一次兩名太空人 是成功飛點了國際的太空船 哇講到這個波音 之前真的是 最近有點說谷底攀升了嗎 之前好慘喔 那波音知道這個太空船 叫做星際飛機 CST-100 6月5號成功升空了 歷經了27個小時的飛行 這兩名太空人順利抵達了太空站 好那我們要怎麼來做觀察呢 當然就在隔一天之後 這個SpaceX也動起來囉 NASA就說了嘛 哇你這一次載人上太空 是航天歷史上的最大偉大里程碑 SpaceX當然也要跟進了 星艦也來了 星艦的極端高溫試鏈過囉 過去三度試射都失敗 之前我們看到就是 哇上去之後砰爆炸 那現在呢 第四次成功囉 這次試射成功的升空了 而且呢 它的降落的地點都在預定地 射得很準的 它的上級跟下級火箭 在成功完成任務之後 分別都降落在了 墨西哥灣跟印度洋 再大的規劃範圍當中 創辦人馬斯克也非常驕傲 他說哇終於耶 這一次我們團隊 取得了史詩般的成就 那牛老師我們先來看 怎麼來看到這一次的 這個美國的成功 當然我們知道 任何一場太空計劃 它都很燒錢 SpaceX上去一次 你不要以為它怎樣 它就是燒掉千萬美元 然後之前蹦炸掉 就千萬美元沒了 你還要算到前面的這些費用 你在研發的時候都要錢 所以基本上小國不可能做這些事情 現在就是這些大國在比拼 再燒錢我都要做 為什麼面子問題嗎 我們再來看 大家是不是都輸不起 這個部分來講話據說 就像是文剛所特別提到的 這整個太空的一些計劃 或者是太空的一個較勁來講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無限燒錢的一個工程 無限燒錢的一個工程 你到底撐不撐得過 這個凸顯出 這整個太空的一個較勁 是各個強權 它權力的一個延續 所以等於就是說 整個太空的一個較勁 太空的一個競賽 它絕對是一個硬實力的一個概念 就像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這些相關的一些 時空服務來講的話 對於自己本國的一個經濟 它是有拉伸這樣的一個 可能的一個效果 在方方面面 在各方面各領域 不管是金融領域 或者是農業領域 或者是整個航海的一個領域 或者是民航的一個領域 包括導彈要射得更精準的 這些相關的一些領域來講的話 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利多 只要你這整個太空的一個計劃 或者是月球的一個計劃 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一個水平 或者是領先你的一個 競爭對手來講的話 這樣的一些功效 就會非常非常的一個明顯 那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些相關利多上面 所以各國當然會毛起進來 不斷的去藉由燒錢的一個操作 都要搶得它的一個領先的一個地位 因為畢竟強權只要在這整個 太空計劃上面去搶到了整個 領先的一個品牌的一個地位來講的話 你因為門檻太高了 那所以競爭對手要反超你 它就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困難度 那第三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 這整個太空的一個議程 絕對是未來的一個全球議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議題的一個設定 也就是說 誰能夠去掌握這個全球議程 太空議題全球議程的一個話語權來講的話 它就等於就是說 能夠在這整個場域裡面 立於不敗之地之外 它還能夠去把這整個 太空議題的一個全球設定的一個議程 去擴散反饋到其他相關的一些面向 去拉抬它自己本身 總體的一個國家的一個權利 是 那基文哥為什麼大家大國我都要評 大國它就資源多 而且它本身有國家發展的需要 特別是太空科技 它本身會帶領很多日後 有新的科技 這個科技可能包括謠冊 有包括傳輸 有包括一些材料 我們從過去美國 大概這個 因為美蘇太空爭霸 其實當時它就發展了很多黑科技 這些科技後來紛紛開花結果 包括美國的半導體 像隔熱材料 耐熱材料 還有太空的謠冊技術等等 都帶領了美國在經濟領域 在軍事領域等等 還有科技領域 那快速的發展 因此雖然花錢 但它後續的 對你整體國家的發展 它的加成效果是非常大的 這就是為什麼 中美大國競爭 在地球競爭不夠 我還要上太空繼續競爭 因為它後面所帶動的效果 是非常明顯 而且大家要注意 這次SpaceX 第四次發射完全成功 我注意到網路上有直播它整個 穿越大氣層這樣的一個直播的畫面 這是非常不容易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種物體進出大氣層 它產生極高的高熱 而你這個相關的畫面居然能突破它 就相關的高軸車產生的 這種黑杖現象 你還是能進行直播 這個畫面裡面 大家看到 這個火箭上面一些 這個零件紛紛脫落 紛紛這個散落在這個大氣層 非常清楚 這代表它整個傳輸技術 還有耐熱技術 耐得起這種高溫 極高溫的考驗 試想這樣的一個科技 用在極音速飛彈它的導控 相關的指揮導引 是不是也很有用途 因此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黑科技 我想大家分國家或內行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又設計很多的領域 很多的聯想 因此這個太空競爭 不只是大國面子之人 在整個軍事經濟科技 它也是一個赤裸裸的競爭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 要削尖的頭 挪各種預算 挪各種支援 我還是要在太空中 進行爭霸 是 所以從這次的 長逸六號我們看到 其實它衍生出來的是 各個大國之間的太空競爭 甚至衍生出未來的軍事競賽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廣告了 稍後回來來看看 艾斯摩爾也對中國出手了 但是會不會讓沉睡的獅子 再一次甦醒呢 接下來會不會推出 下一個華為 馬上回來 小國生魂 現在與未來 洞悉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 好 這集回來我們來聊聊 中美晶片的先進製程科技戰當中 艾斯摩爾這次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因為現階段 艾斯摩爾幾乎是壟斷了整個先進製程生產當中 最重要的EUV市場 那今年開始 美國就聯手艾斯摩爾了 對中國再出手了 禁止對中國出口先進機台 但專家認為 你這會不會把中國推上另外一個境界呢 會不會有可能突破歐美的封鎖 走向另外一個華為 好 不過艾斯摩爾自己不這麼認為 他們對自己的技術可是很有把握的 我們來看看艾斯摩爾怎麼說的 艾斯摩爾認為 現階段至少在我可預見的未來當中 在EUV這個技術的領域 他不可能會面臨到來自中國企業的威脅 譬如說他點名就是上海的微電子 這是做EUV的 再來跟華為的競爭 那艾斯摩爾的首席財務官達森也這樣說 因為他認為現階段來說 在EUV光科技的技術大概就已經到了極限了 所以你中國大陸要跟我競爭 你要不就是兩條路 你再技術突破 要不你就要找其他的技術的另辟的方法 這樣的一個技術路徑 目前看起來這兩條路都不好走 還有這個人也跳出來說話了 這一次他也是衝到台灣來故莊 他每一次都有他 這個英特爾執行長紀興格 他也說 他說他現在支持要管制中國的EUV 但是晶片出口不宜太嚴 因為怕迫使中國會加速自研晶片 講的就是華為寫著0.0的意思看在前頭 好那上支哥我想問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中國現在買不到 我可以自己做 你看華為就是如此 當初你說你制裁我的晶片 我就自己做 我沒有軟體系統 我就自己做鴻蒙 你看去年推出這個先進版的手機 大家是震驚全球 所以現在就算沒有艾斯摩爾 也沒有辦法阻止中國進步嗎 習近平很有決心要推半導體 我們是不能小看中國的決心 習近平在今年三月下旬的時候 跟荷蘭總理見面的時候 他就講出說 就算沒有艾斯摩爾 也無法阻止中國進步 所以從習近平口中講出這樣子的話來 其實大家還是印象深刻的 這當然不是一個放話或者在嗆什麼 而且表達說中國道的決心 首先我們看中國道的決心是什麼呢 為什麼習近平還能夠具體這樣講 首先就表示說整個中國 從習近平從上到下 都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裡 都知道自己缺在哪裡 光刻機那麼自己做不了 但是即使沒有 他們也知道美國對它的打壓 也知道艾斯摩爾這邊晃來晃去 荷蘭部分的部分 只能配合美國的政策 但還是要往前走 決心在哪裡 我想首先就很清楚知道 在今年中國推出了 它的第三期的大基金 那麼第三期的大基金 來到475億美元 當然你要建一個 比如說晶片廠 400多億美元 其實就一般般 蓋業廠就大概花完了 對 但是這個基金來講 至少對中國來說 它可能不見得是要建一個半導體 因為從政府出錢 而且這些大基金跟過去來講 民間穆斯不一樣 是直接從包括地方政府 直接從國資企業的銀行 大家出資 下令決心 而且前兩期的基金有很多弊案 當時大概五年一期還在實驗 這一次大基金就是十年一期 就表達很具體的決心 而且強調他們要做的 不是蓋晶片廠 而是他們要整個建立整個 半導體晶片的生態圈 也就是說整個供應鏈從上到下 當然就包括光科技在裡面 所以決心也看得出來 政府有上到下 而且具體有哪些在做 剛剛講微電子也好 華為也好 中芯也好 包括現在也能夠做GPU的 包括像木熙跟歲元 其實都不是過去我們比較耳熟能詳 這些很多都是從 比如說從AMD 包括從日本 那邊學起來的技術 或那邊跳槽過來的 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中國人 所以決心是這樣 但能力呢 大家講能力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現在剛剛講 另闢西境確實是 首先當然就是還是要自己 要來建 我們剛剛講 他們已經可以自己做晶片了 7奈米確定做得到了 今年能不能做5奈米 我一直都是斷定說 5奈米是絕對做得到的 你7奈米做得到 技術就能到5奈米 只是看你的良率跟穩定性 你的工藝技術 體量能不能供應 整個全中國的市場等等 所以那在今年我們就可以看到 建分小了 那當然另外一個部分不要忘了 雖然有埃斯摩爾 埃斯摩爾是光刻技術 程序界不要忘了 還有Nicom 還有包括Canon 像Canon來講 他們是一種最新的奈米的 他們是打印 他們不是刻 他們是印的 印上去的奈米技術 而且據說 在去年當中有非常大突破 所以日本也一定要 他們擴展他們市場 而這個技術不是美國的專利 是完全日本的專利 美國難道真的有辦法 命令日本政府 命令包括 加能跟Nicom來講 你們都不要活了 你們最新技術 可是現在學生界都買埃斯摩爾 沒有人要買日本 你說中國大陸不會另臂其境買日本嗎 而且就我們所知 其實這段時間以來 這幾年以來 包括中國大陸從Nicom 包括從加能那邊 挖角的 包括日本的人才或等等 這美國控制不了的 所以我講一講一講 埃斯摩爾 我想埃斯摩爾大家都知道 現在它最新的EUV 它的最新的High NA EUV 3.5億美金 兩台空巴的這個飛機 這麼大這麼重 當然你說中國大陸或誰 不要說中國大陸 全世界沒有人可以做得出來 我想這個技術 而且後面突破2奈米 1.6奈米 1.4奈米 像Intel來繼續 未來到0.75奈米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很具體清楚了 我不認為在中國大陸 會就是要緊咬埃斯摩爾 但不要忘了 埃斯摩爾跟中國大陸不是競爭者 中國是埃斯摩爾要活下去的 主要的市場 2024年其實不能再賣DUV 給中國市場了 所以2023年你要知道 單單第三季 埃斯摩爾全球的營收利潤 一半以上靠中國市場 也就是說埃斯摩爾 雖然其實受據 好像跟中國在技術競爭 可是埃斯摩爾要從中國賺錢這件事情 他不是美國政府 所以他持續來講 要怎麼樣抗拒美國政府 甚至整個荷蘭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你說這裡是絕對埃斯摩爾 跟中國是對立的嗎 恐怕市場的需求 埃斯摩爾是兩面刃 或兩面人 他終究還是維修 各方面賺錢還是要賣 會不會還是有些偷渡些什麼 還是得要有些什麼東西 私下幫點忙也很難講 是其實就像我們當初講的 其實一直在幫大家追蹤 你說當初在制裁晶片的時候 其實中國就有打算 你不可能只是制裁晶片的 你的上中下游供應鏈 一定接下來都會在它的範圍當中 所以中國早有準備 那我們來講講了 你有沒有可能你越打它 你把這個沉睡的獅子給打醒呢 講的就是華為嘛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紀文哥了 因為其實就連前台階的高管 就是誰 他曾經擔任過中芯國際獨立董事 楊光磊 所以他是瞭解中國的產業的 他說封鎖一切 你就會讓沉睡的獅子醒來 你看看華為的潛力在前頭 所以你真的打壓它有用嗎 其實這個做半導體 特別是這種高階晶片 確實很難 它涉及各方面 包括機台材料 各方面的一些軟硬件的技術 確實很難 但我們從過去以來 中國大陸在很多領域的發展 其實證明了 它封鎖一切 你會使沉睡的獅子醒來 在好多領域都有這種 很血淋淋的教訓 比如之前 大陸的汽車工業 長期被人家嘲笑 你說發動機 引擎 性能不及歐洲的 然後耐用性經濟性 不及日本的 現在人家電動車太多好 弄個電動車 那眼看著歐洲和日系 韓系都要被打趴了 對 它另屁襲進 另外大家說 這個是一個特例 我再舉所謂的高鐵 之前大陸的高鐵是日本的 這個歐洲從那邊弄來的技術 但到目前為止 大陸的高鐵 不是里程數 遠遠拋過 這個 贏過這些國家 而且它的 製產率也達到九成以上 那另外有再講一個 現在進行的這種例 比如說大飛機 C919 現在逐步是在生產 那以前都是空巴 波音的天下 大家說製造飛機很難嘛 特別商用飛機 這個安全性 是非常高的 掉下來 公司要賠很多 但它似乎也經得起考驗 那未來怎麼樣 其實大家拭目以待 這個 是不是又突破了歐美的壟斷 原始 這個半導體 它有它的門檻 有它的技術限制 但以中國過去的案例來講 我認為突破只是假以實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軍事領域更多相關的案例 從預警機 加油機 航空母艦 你看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是不是跟美國的幾乎一模一樣 不 我不只外型一樣 連大家穿的制服都一樣 大家都是穿不同顏色來標的 它整個體制都移植美國 原始中國大陸的發展 確實對於歐美來講 前所未有難纏的對手 你越打壓 它越具備這種獨立自主的能力 而且它一旦具備這樣的能力 它的白菜化 相關產品的能力又很強 搞得大家都沒有存活的空間 也因此歐美越打壓 未來可能對自己造成一個 更麻煩的無敵的競爭對手 的確 那當然我們剛才特別講到了 這個延續上次剛才特別提到的 中國大陸的這個半導體國家隊 人家也不是沒有把握的 人家也不是沒有計劃的 而且是政府大力培植 現在已經做到了第三期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路透的最新報導 中國想要擺脫 美國的這樣的一個前置 所以它為了達到今天 人民幣要做到自給自足 它有所謂的中國半導體國家隊出來了 好我給大家一些基本的概念 這是他們中國動起來的 分為一期二期三期 一期是2014年 當時人民幣才1000億 二期是2019年人民幣 已經沖上了2041億 三期今年人民幣3440億 1.5兆的台幣通通加入了 而且現在還所謂的 過去特別提到的 都是5年為一期 現在說10年為一期 我要自給自足 這個時間點來說 它絕對還要再投錢進去 所以現在市場上說了 可能還會出現 大基金3.5版本 為了是吸引更多投資者加入 所以牛老師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北京它有很強烈的決心 我要跟你美國的 這個半導體技術 越拉越緊 對 因為從大結構來講話 就是說 因為美國的拜登政府 寄出了非常非常多 不利於中國晶片發展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政策 不管是限制高階的光刻機 或者是晶片相關的一些素材 半導體相關的一些素材 就是輸出給中國的一些公司之外 它在言辭上面來講的話 也展現它整個封鎖 這整個中國晶片發展 或是半導體產業發展的一個企圖心 其實拜登有凸顯出這樣的一種 封鎖的一種企圖心 那所以等於就是說 中國也很清楚了解 在這個整個半導體 或者是晶片戰爭 如果完全受制於美國的話 它勢必會被逼到牆角裡面 在這整個國力的一個展現上面 會落後一大截 那所以等於就是說 中國也是抱持的一個 破釜成舟的一個決心 也就呼應到 剛剛市分所特別提到的 這個已經是 這整個半導體國家隊的一個 第三期的一個大基金的一個 股份的一個公司 也就是一般所稱的 大基金3.0這樣的一個計畫 它整個註冊的一個數額 金額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3440億的一個人民幣 大概就是高達台幣1.5兆 它這一次區隔於前兩期 前兩期都是五年為期 那這一次的一個3.0的一個 第三階段的一個大基金計畫來講的話 它是以十年為期 在這整個十年過程中間 它其實希望打造整個的一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半導體的一個生態圈 希望能夠產生自己自足這樣的一種效果 就能夠擺脫美國或是其他的一些 美國聯盟國家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制約 這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是中國很明顯的一個企圖心 那所以在這一次的一個投資者來講的話 出資者來講的話 基本上大概是中國財政部 它大概佔有17.44%的一個比例 那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一些大的一些銀行團 比如說ICBC中國工商銀行 或者是中國建設銀行 或者是中國農業銀行等等 那也就像師分剛所提到的 這整個的一個資金可能會不斷的 挹注再把一些國營的一些企業 拉進來 所以有可能變成大基金3.5% 那也就是說就這麼大的一些規模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當然投資是有一定程度的一個標的 比如說跟半導體有關的一些設備 或者是一些材料 或者是比如說高頻寬的一些記憶體 或者是高附加價值 比如說能夠機動存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記憶體 這部分來講的話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投資標的 那所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其實也有投資中國的中芯國際 包括還有做半導體的叫做華紅 就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其實整個初期的一些建構 或者是一些相關動作 都已經在實行 或者是希望能夠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成效 那這樣的一個第三期的一個 十年為期的一個計畫來講的話 確實完全區隔 之前以五年為期的一個一二期的 相關的一些組件 因為畢竟就這整個一期的一個建構來講的話 它大概是Focus在整個的一個集成電路的一個設計 或者是一個研發或者是設計上面 那第二期來講的話 大概是會聚焦在整個上下游的一個產業鏈上面 去做整個設計跟研發等等 那第三期來講的話 確實展現了中國在這整個半導體產業上面的一個 強大的一個企圖心 是 那上次跟我想問了 當然我們現在講突破嘛 問題是你現在面對美國制裁 我還是要有對策 要有方法嘛 所以呢 現在路透就報導了 這些中國晶片業者他在做什麼 就像你剛才提到的 我設計那個性能比較低的 我去繞道 我有沒有可能就所謂的一箭雙雕呢 我可以避開你美國的禁令 我還能獲得台積電的生產供應 建招拆招其實現在在面對AI晶片 跟所有的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封鎖當中的 最核心的決定 中國大陸 所以剛剛講嘛 你最新科技的晶片當中你就封鎖我 那我降規格可以吧 對 那降規格 而且這裡頭其實美國終究是 你要知道半導體晶片的做法有很多種 那麼所以這裡頭就簽證到 當然現在更注意的 大家關注的部分是GPU GPU也是等於AI晶片當中 特別是在視覺的部分的凸顯 或視覺的運算當中跟算力 那GPU的部分是很重要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剛剛有提到的 這兩家包括歲元 也包括剛剛講木希 這名字聽起來都好文藝氣質 看起來應該也是國家政策所投資的 這個名稱都不太一樣跟中心 所以他們就用這樣規格 所以完全符合現在美國的禁令之外範圍 說明它可以下單給台積電 所以因為他們現在台積電 台積電也接了 大家很好奇 是怎麼樣的降規格的這樣的晶片 台積電也還是對客戶的秘密 是很保守的 當我們講見招拆招 其實這件事情 中國大陸是始終在突破的局 來說 你說中國大陸自己做不了最新AI晶片 做不了沒錯 買不到嗎 沒有錯 現在禁令買 不過沒辦法買 可是沒有辦法透過阿拉伯國家 透過日本韓國 一些民間的機構 輾轉的私下買 只有留到中國大陸嗎 商業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過去像北韓禁令 美國北韓禁令 什麼都禁 結果什麼都有 連台灣台商也石油 什麼亂七八糟也都買給北韓 在裝裝賺錢 所以晶片真的能夠禁得很徹底嗎 很難 所以這就是中國大陸 見招拆招 想盡辦法 無論能不能自己降規格做 或者是繞一圈買 我覺得中國大陸還是有突破的方法 好的確 所以現在在全球貿易當中 你說你要封死一個國家 真的不容易 那當然中國除了在整個貿易政策上 現在的外交擴張 似乎還拉入了古巴 深入美國的後院囉 我們來看看 稍後回來休息一下 馬上來掌握一下 接下來中國的外交政策 好 這就回來聊聊中國的外交擴張 現在深入到了美國的後院去了 所聽的是誰呢 跟美國有著世紀恩怨情仇關係的古巴 現在拉攏囉 而且把他的盟友俄羅斯也帶進來一起 中俄現在一起打的是古巴牌 那接下來勢力會不會越來越大呢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 中國最近跟古巴互動頻頻 北京政府跟官媒不斷就針對著兩國關係 再傳遞所謂的正面訊息 好 現在來看一下最新消息就是在這個 王毅的部分 6月6號會見了古巴的外長在北京 他說了堅決反對美國對古巴的無理封鎖 美國欺負你來沒有關係 你來我中國 好 王毅說什麼呢 現在堅定支持古巴捍衛國家主權 反對外來干涉 而且他繼續要在國際舞台上仗義直言 中國說自己仗義直言 好 來看看他也強調他反對美國 現在對古巴的無理封鎖 也反對美國把古巴現在列入到了 支持恐怖攻擊的國家名單 那當然古巴的外交部長也回應了 他講了幾大重點 第一個 好 我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很懂很懂得中國現在在想什麼 再來呢他說他把中國的一帶一路這樣的一個政策 視為他們古巴的重中之重 還有要將跟中國雙方要加強所謂的戰列協作 攜手推進全球的南方議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了 除了這樣的一個會面關係之外呢 雙方其實從三個月開始就在做所謂的旅遊互惠了 我們來看一下在哈瓦那的部分 對中國現在是實施了免簽的政策 那中國古巴現在也要恢復直行關係 所以大家說了 中國現在是不是打的是古巴牌呢 最新就在五月 五月四號的時候 古巴宣布了對中國的公民開放 所謂的旅遊免簽的政策 那現在呢 在整個旅遊網站當中的西城網 就對古巴的旅遊產品的搜索量 激增百分之四十 哇塞 現在在中國大陸 古巴旅遊就登上了熱搜 好我想問一下尚之歌了 看得出來各種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北京現在似乎想要從跟古巴聯繫當中 他到底想獲得什麼 現在他打了這個古巴牌 能夠走笑嗎 哇 與其說古巴牌 但是不得不說 古巴跟中國道路究竟是新朋友嗎 不是 他們是老朋友 老的不得了了 要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成立的時候 除了俄俄斯外 最少就立刻宣布支持的 其實就是古巴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們作為第一時間 長時間都支持中國 一個中國講八百遍了 然後 而且他們是動不動也跟你講反台獨 想說古巴跟我們台灣什麼關係 然後他一直在講反台獨 演得很 所以也就講說他們是命運共同體 這麼深 所以我們 而且我要跟你講 這個旅遊團不是開玩笑 這個 與其說是打古巴牌 倒不如說是回過台是市場需求 其實在疫情結束之後 在去年開始 其實大概 即使不是每天 大概每週就不知道好幾個團 中國大陸出團到古巴去旅遊 你上這個中國大陸的小紅書去收 古巴旅遊都都不得了 連我在YouTube上都會推給我 我對於古巴所有的旅遊觀光影像 不是台灣這邊去的 其實都中國大陸 自由行 亂七八糟一大堆 所以這些所謂免簽是市場需求 那不是古巴牌 但我等要講 中國跟古巴的關係 最重要的是去年 去年有關於哈娜 哈瓦那峰會的部分 有77國集團跟中國 這個名字 77國與中國這個概念 那當然我相信很多 可能是中國sponsor 出了很多錢 這是從1964年 其實就開始的一個 所謂的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組織 當然很明顯 這裡頭就沒有美國 是去美國化的 當然你以為他們就是政治上當中 大拜拜 大家撐撐到底 喝酒聊天 沒有 在去年很重要的部分 他們很具體的提出了 包括這些國家 包括中國跟古巴 包括科技技術 創新 還有很多基建方面的合作 也就是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跟很多全世界的 這種合作方式 都不只是政治層面而已 它其實都是深化的 我們剛剛從旅遊講 它就是最深化到基礎的 所謂旅遊觀光消費 所以更不要說國家等級 我剛剛描述的這些 包括提升古巴的技術 包括華為在那地方 建他們的電信 所以所有中國的對外輸出 其實古巴 基本上算是一個示範國家 其實是這麼深刻的 所以這裡頭 所謂南南合作 南方國家 南北合作 也就是說這裡頭透過古巴 這個美國的後花園 但是這個地方所產生的 跟中國大陸 或所謂發展中國家 中國跟其他外圍第三勢力 大家共同建構的這個軸線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 作為戰略點在古巴 是難想像的 最後我要講 最近其實不得不注意 因為最近包括普丁在講 有關它的核二制 那麼美國因為現在 在包括亞洲地區 他們要建很多的部分 導彈基地 發射基地 所以這就使得 包括俄羅斯也都開始講 如果它的核二制 它要擴大不只是對北約 乃至對亞洲 比如說對菲律賓 你美國膽敢在菲律賓放這些 包括重要的杯和導彈 可以打到北京打到重慶的話 那麼包括俄羅斯 不要說中國 俄羅斯的核武器的部分的建制 可能朝向亞太的部分 那這方面跟中國聯合起來 而這個概念 哥哥不要忘了 核武器這段當中 俄羅斯跟古巴的關係密切 俄羅斯跟中國跟古巴的合作 在一點點對於美國產生的壓力 這是非常非常新的 一個軍事戰略思路 所以中國跟古巴的關係的 接下來的密切深度 從戰略 從國家合作 政治外交到觀光旅遊 這種深化程度難以想像 難怪我們現在說的 所謂的古巴牌號 那我想問一下 來 紀文哥 其實我們說古巴在哪裡 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是什麼 美國的後花園 那美國向來對這個地方 就是愛理不理 我理你的時候 我拉你一下 我不理你的時候 我把你踢開 那你不要 我中國大陸就來拉關係 所以我們來聊一下 就是說現階段來說 有能利用這樣的政策反制北京嗎 我覺得很難 特別是美國長期忽略拉美 尤其是我們看 最近幾年的這個國際新聞 美國很關心烏克蘭 很關心以色列相關的一些衝突 但美國有關心拉美 而且提供各種援助嗎 我們好像看不到 因此美國的這個 過去以來 它歷屆政府對於拉美的長期忽視 是造成它目前窘境一個根本的原因 因為中國現在就深入那裡了 對 而且相對的 中國大陸對拉美的拉攏經營 那過去十幾年來 其實是有目共睹 特別是它在2014年提出所謂 一帶一路倡議 大家不要以為一帶一路 只是連歐洲 中亞 中東 事實上它也歡迎拉美國家 積極加入 特別是從2017年開始鼓勵拉美國家加入 大概在2021年的時候 大概已經有二十幾個拉美國家加入了 一帶一路的倡議 而且以這個倡議為一個很好的源頭 那鼓勵中國的國營企業到那邊 簽訂所謂礦產的投資 基建的投資 還有鼓勵一些各國相關與大陸 經貿還有能源 還有就是資源方面捆綁在一起 也使對各國來講 哇 你有資金來 你有良好的基建可以協助我 改善我的機場 港口各方面的基礎建設 當然非常的歡迎 而相對的 美國對於拉美國家 往往說很多 做很少 特別是美國沒有很強的經濟能力資源 大部分的這個錢都用在自己的軍事花費 或者園外 他寧願管歐洲 寧願管亞洲 但他不管拉美 而且過去以來 美國歷屆政府對於拉美一些政策 其實是讓拉美國家非常不爽 特別大家一起記得 川普強調美國第一 美國優先 對於拉美國家來講 他往往需要犧牲自己的利益 來迎合還達到美國利益優先 因此藏起來這樣的一個結構 對於拉美國家來講 自然而然對於美國 要想要在這個反制中國大陸 或者抗衡中國大陸這個部分 我認為對美國來講 會走得非常辛苦 畢竟美國的資源沒有用在拉美 是 那現在中國大陸就滲透了 而且我們其實看是有機可循的 不是從今年 從去年就開始 我們來看到去年的這個消息 其實從去年大家就有發現 中國那時候就傳出了 要在古巴去設立所謂的這個竊聽設備 這個要竊聽是誰 美國嗎 那當時當然大家通通都跳出來否認 可是這是華爾街日報的消息 去年6月8號獨家疲勞來看到 中國大陸跟古巴達成是秘密協議 讓北京在美國的哪裡呢 佛里達州南方外海的古巴主島 叫做古巴島上 設立一座電子的竊聽設施 好 那當然這個報導一出來之後 三方都嚇傻了 白宮 五角大廈 古巴通通否認 但是這個古巴島有多重要呢 因為它距離基本上 距離佛里達州 大概就是217公里 是非常勁高 來 劉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消息來源也不是空穴來風 華爾街日報是引述誰的 那時候是美國的官員 這些美國官員都是很熟悉 美國高度機密情報的 所以這是美國媒體自己的炒作嗎 還是當中是有引擎的 其實就是說相關的一些報導 它會特別是講到就是說 引述美國對情報 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些官員 那他們的一些相關訊息就是說 似乎中國有透過幾十億美元 一個援助古巴的一個財政 以換取在古巴島上面去設立 能夠監聽美國東南區塊的一個監聽站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確實當時似乎是吵得有點沸沸揚揚 因為就白宮的發言人 原來是針對這個事情 他是講不語置評 但持續在監控中 那可是隔一天又反悔了 他就說這個是媒體錯誤的一個報導 那五角大廈也就是美國國防部的一個發言人 也指出就是說 這個是媒體的一個錯誤的一個報導 但針對這樣的一個事情來講的話 美國的中情局CIA 其實沒有表明他的一個相關的一些態度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到就是說 這個事情吵得似乎是沸沸揚揚 本來相關白宮的發言人 都某種程度的一個高調 可是最後又變得一定程度的一個低調 包括五角大廈國防部的發言人 都說也是媒體的一個錯誤報導 我會認為就是說 可能這樣的一個動作或者是操作 不排除有幾個可能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來講的話 當然是美國的一個認知作戰 他希望能夠去渲染所謂的一個中國的威脅論 那渲染中國威脅論來講的話 對於整個拜登的一個抗中的一個底氣 就會拉得比較高 也能夠凸顯出就是說 他建構的一些相關反制中國的一些操作 能夠去穩住這整個抗中排 第一把手這樣的一個地位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或許也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選舉的一個考量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第一個可能原因是認知作戰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可能是戰略上的一些先制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美國也很清楚了解 中國跟古巴在近幾年 他的一個合作 各方面的一個合作是非常非常綿密的 那可能美國也擔心就是說 如果真的在古巴島上建構這樣的一個 竊聽戰這樣的一個措施來講的話 對於整個美國東南部的一個區塊 包括南方的一個司令部 跟中央的一個司令部來講的話 可能都在竊聽的一個範圍 對美國來講的話會影響他的一個國安勝劇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即便沒有 但是呢我透過一些相關的一些操作 去先制你中國跟古巴進一步的相關 戰略性的一個合作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也或許有它存在的一種可能性 那第三個美國的一個意圖 可能是藉由這樣的一個資訊的一個釋出 拜登就能夠某種程度的去團結國內 或者是團結參眾議院的整個的一個黨派 所以這一次在聯邦參議院 就有情報委員會 他就通過了一個相關的一個決議嘛 就希望拜登能夠做一定程度的一個反制 那政府主席有民主黨的也有共和黨的 好那我想問一下來基文哥 其實這一次其實你看得出來的 中國還要拉攏俄羅斯進來了 他絕對不只是說一帶一路 軍事關係要拉進來 他現在就說了嘛 核動力潛艦接下來要停靠在哈瓦那港 6月6號古巴外交部的消息 但是他說了我沒有要帶這個核子武器啦 我只是停靠啦 你怎麼看接下來呢 中國俄羅斯盟友再拉進了古巴 現在在世界版圖的趨勢上會有什麼改變 其實俄國海軍這個派艦這個訪問哈瓦那 其實這是它年度的一個這個遠航 因為過去幾年都有即使打俄武戰爭 他還是派艦到這個古巴進行訪問 當然因為這國際期是這幾年其實計劃 特別是近期有幾個爆炸性的發展 特別是北約供應給烏克蘭武器 允許他要直射俄羅斯本土 當然目前還限定一些這個可能攻擊烏克蘭有關的基地 但我們知道這個烏克蘭和這個北約的 都是切香腸的方式不斷的放大它的攻擊範圍 而且武器品項一直這個升級 也因此俄國已經說了 我會供應武器給一些國家 特別是對於西方不友好的國家 你玩代理人戰爭我也玩代理人戰爭 也因此對這個問題來講 我認為中俄其實它基本利益和態度是一致的 特別是美國供應給